王阿姨有百万存款 每个月还有六千块钱的退休金 却落魄的露宿街头 吃不上饭的下场 人到晚年 如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那晚年生活肯定过得非常的滋润 我们身边也确实有不少这样的老人 只要自己有退休金 不管是找保姆照顾 还是找儿女照顾都非常好 今天我收到一份粉丝的投稿 她说自己有百万的存款 每个月还有六千块钱的退休金 如今却落魄的连饭都吃不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下面我来讲给大家听 这王阿姨今年55岁了 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的 已经早退两年了 王阿姨虽然已经55岁了 但是看上去也就40岁出头 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自然她的阳光也特别的高 所以她嫁给了一位机关单位的领导 她老公整整比她大五岁 家庭条件也不错 后来育有一女 然后王阿姨和她老公性格完全不同 王阿姨喜欢打扮自己 喜欢浪漫 喜欢把日子过得有情调 但是她的老公则是和她刚刚相反 虽然家里面有钱 但是从来不对王阿姨搞浪漫 就好比花钱给惊喜 一起出去旅游 从来没有过 后来王阿姨常常说她老公 太缺乏情调的人 经常抱怨她老公 前几年她老公也因为得病去世了 在她老公去世以后 给她留下了100多万的存款 还有房子车子 后来女儿上大学的时候 也交了男朋友 在毕业没多久就嫁人了 这王阿姨在女儿出嫁的时候 赔送了50万的嫁妆 王阿姨觉得她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 虽然说老公给她留下了150万的存款 但是她不能全部都给女儿 因为自己总要留一点钱 这样等她老了 她的生活才可以得到保障 那你说王阿姨有100万的存款 而且她每个月还有6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 她应该可以安享晚年幸福的生活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由于王阿姨不满足现状 最后她却流落到露宿街头 没饭可吃的下场 这王阿姨的家世也挺好的 在还没有出嫁之前 她一直过着大小姐般的生活 她对生活的要求比较高 追求也比较完美 后来王阿姨就嫁给了她的老公 老公也是机关当中的领导 然后家庭条件也不错 所以王阿姨一直是养尊处优 清闲自在 没有任何的烦恼 就是因为她拥有这样宁静而又美好的生活 所以自从她退休之后 她总是希望找一些刺激 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发生改变 自从王阿姨的老公去世之后 就是女儿结婚也结婚了 一直都是王阿姨一个人足自生活 以前王阿姨没有退休之前 这还有工作要忙 但是自从她退休之后 她自己也一个人在家 她总觉得很孤单 心里面空落落的 她希望有一个人能够陪她在身边 陪她说说话聊聊天 虽然有个女儿 但是女儿有女儿的工作 有女儿的家庭 有她要忙的事情 不可能永远陪在她身边 这王阿姨这个人 她也比较自私 总希望别人听她的意见 希望别人按照她的思路走 还有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 没事还不愿意去女儿家 帮忙照顾一下女儿的家庭 虽然女儿多次要求 王阿姨和她一起同生活 虽然女儿多次要求 王阿姨和她一同生活 这王阿姨都拒绝了 后来王阿姨她女儿就建议 王阿姨参加社区的老年活动 或者是出去跳广场舞 但是王阿姨一直想着自己还年轻 融入不到老年生活中 又觉得广场舞比较闹腾 不等大牙之堂 所以她一直看不上广场舞 至于老年社区 她更不会去 因为她觉得老年社区 都是老年人 一些就年龄比较大的人 而她始终认为自己年轻 虽然说王阿姨不喜欢跳广场舞 但是其实她平常的时候 还是挺喜欢跳交际舞的 所以她平时美式的时候 就会和一些舞伴跳交际舞 虽然这样也可以打发一些时间 但是她总觉得这种平静的生活 依然不能满足她 后来王阿姨的一个舞伴 邀请她去健身房 一起锻炼身体 这王阿姨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王阿姨的舞伴向她推荐了那家 健身会所是市区里面 最高档的一家健身会所 里面的各种设施 以及设备都比较齐全 也都挺先进的 这王阿姨进到健身房 对里面也就充满了好奇 而且她也非常的满意 她的舞伴带着她参观了一圈之后 然后一个人独自锻炼身体去了 由于王阿姨第一次接触这种会所 然后她也充满了好奇 她就打算先四处转一转 了解了解 后来王阿姨就认识了一个健身教练 这个健身教练名字叫李伟 看样子有个27、80岁 个子高高的 满身的肌肉看着都稀罕人 这李伟不仅帅气还能说会道 更重要的是她还很幽默 喜欢搞浪漫的感觉 一下子深得王阿姨的满意 这李伟只是简简单单的和王阿姨介绍了一下会所 这王阿姨当时就决定了办了会员 而且她点名要李伟一对一的亲自私教 从那天以后 王阿姨每天都要去健身会所 最开始的时候 她只是觉得在那里环境比较好 而且还可以锻炼身体 打发时间 最重要的是 健身完之后 她还可以在里面做到美容 放松放松 这样的话 她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她不会再感觉到孤单了 每次王阿姨去的时候 李伟在健身房里和王阿姨聊得很开心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非常的放松 这王阿姨也只是把她当成晚辈一样看待 但是后来慢慢的接触之后 王阿姨被李伟的善解人意 温柔体贴所感动 随着和李伟慢慢的接触 王阿姨感觉李伟身上哪都是优点 两个人接触多了 这王阿姨慢慢的便对李伟有了一种依赖 对李伟也是无话不说 随着两个人不断的交往联系 只要锻炼完 王阿姨就会邀请李伟出去一起逛街看电影 为此王阿姨心中也充满了感慨 虽然说王阿姨对于这个李伟有一种特别的情愫 但是碍于年龄嘛 他不好意思先开口 另王阿姨没有想到的是 突然有一天 他和李伟一起刚吃完饭 李伟竟然手捧玫瑰向他表白 王阿姨当时的心脏剧烈跳动 加上他又喝了一些酒吗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于是王阿姨就问李伟 你难道不在乎我的年龄吗 我好歹比你大快两人了 这时呢李伟却深情的望着王阿姨一脸真诚的说道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动过心啊 你是唯一一个 虽然说你的年龄比我大一些 但是年龄啊限制不了爱情呀 再说了你看上去很年轻啊 大一点怎么了 我又喜欢你的成熟优雅 你和那些年轻的小姑娘比啊 除了年龄啊比他们大一些之外 其他哪样都不说给他们 我喜欢你又不是喜欢你的年龄 而且呢喜欢你这个人 我阿姨就这样被李伟的甜言蜜语啊 包围着也让我阿姨啊很感动啊 因为虽然和自己的老公啊相处了几十年啊 老公啊从来没有送他礼物啊 更没有啊跟他搞过啊就是这种暧昧啊 这李伟啊这一次举动啊让我阿姨啊 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笑容 然后羞答答的答应了和李伟在一起 最开始的时候呢 王阿姨啊并没有把自己这场年龄宣熟的恋情啊 告诉他女儿 这王阿姨想着等稳定之后呢再告诉他女儿 但是啊没有不露风的墙呀 自从王阿姨啊千天往会所跑 女儿家呢好长时间都没有去了 这王阿姨的女儿啊就有一点怀疑了 所以了女儿啊便很快发现王阿姨不对劲 追问之下呢 王阿姨啊才坦白了这场年龄宣熟的恋情 王阿姨的女儿知道之后呢不敢相信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啊会找一个和自己年龄差那么多的男友 这王阿姨的女儿对王阿姨说道 妈呀你找个老辈啊我并不反对 但是你能不能啊靠谱一些找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的 你现在找一个这么年轻的和我年龄啊差不多的小 别人在背后啊会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的 你让我出去怎么见人啊你现在都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 难道做事还不考虑后果吗 这王阿姨听到女儿这么说啊很不开心啊 越着说道谁说我快六十了 我出门啊别人都说我才三四十岁 二十四多岁啊看到我都叫姐 现在的小伙子啊都喜欢成熟一点的女人 再说了我一点也不比年轻的女孩子差啊 我怎么就不能找一个年轻一点呢 我们啊男未婚女未嫁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你要觉得我和他在一起啊给你丢了脸 让你抬不起头来那你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我又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这王阿姨的女人啊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啊变成这样子了 不管他怎么劝说王阿姨和他的小男朋友啊分手 王阿姨啊都不同意 王阿姨的女人啊没有想到他母亲啊会如此的执着 竟然为了一个外人啊还要和他断绝母女关系 于是呢王阿姨的女儿就说道啊 我和他之间你选择一个吧 你选他还是选我 支持王阿姨啊还是好不犹豫的选择了李伟 王阿姨的女儿啊怎么也没有想到 妈妈会如此的坚决选择他这个小男朋友 他有一点失望啊 于是他说道既然这样 那从此以后呢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说完话之后呢他的女儿就离开了王阿姨家 看到女儿的离去啊虽然有一点点后悔 但是啊当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李伟的时候呢 李伟不仅没有说他女儿的任何不适 反而劝王阿姨啊让他理解他女儿 而且还说他女儿现在不理解不接受他都是有原因的 说他们啊可以用剩下的几十年啊向他女儿证明两个人的真爱 到时候呢他女儿呢慢慢的就会接受他俩 王阿姨啊又被李伟的甜言蜜语啊被打动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李伟啊会这么的通情达理 同时呢王阿姨觉得李伟啊说到这些话也有道理 这是自己的生活嘛 他没有必要为了别人啊委屈自己 他想着等他以后幸福了 他相信他女儿啊一定会理解他的 自从这件事之后啊李伟啊就搬去和王阿姨一同居住了 王阿姨也更加吸引他了 两个人啊同居住之后呢 王阿姨啊竟然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的家底啊说给了李伟 并且还将家里面所有的经济大权交给了李伟 而李伟呢自从搬去和王阿姨家住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去会所工作了 反而啊是带着王阿姨啊经常出去旅游啊 王阿姨啊一度以为他的生活啊 从此发生了天大的改变 这就是他想要的幸福生活 几个月后呢令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卡里面的一百万存款不一而非啊 而且呢由于他太过于信任李伟啊 李伟竟然啊将他名下的房产偷偷的过货到李伟自己的名下 而且呢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卖掉了 就这样啊一夜之间王阿姨啊什么都没有了 而他这个小男朋友呢也神秘的消失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啊他所谓的一场完美的恋爱啊 竟然以这种方式宣告结束 他也无法接受这个打击 虽然事后呢他选择了报警 但是警察啊却告诉王阿姨啊 李伟所做的这一切啊都在合法范围之内 而且呢还说啊都是王阿姨啊亲自授予的 是没有办法恋爱挽回的 这王阿姨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嘛 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后悔没有听女人的话 但是现在后悔啊也未时以晚 就这样拥有百万存款 每个月还有六千块钱的退休工资的王阿姨啊 最后竟然沦落到露宿街头没钱吃饭的地步 王阿姨的女人呢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也是很心疼自己的母亲啊 同时呢她也很自责 后悔当初啊没有阻止她的母亲 那么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啊一定有很多话要说吧 大家觉得我们啊应该去心疼王阿姨傻呢 还是觉得王阿姨就是自作自受活该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 那么没有点赞的朋友啊 记得给我来个强烈推荐啊 注意一下传递正能量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个视频 帮助有需要的人 谢谢大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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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